一辆载运电子零件的连结货柜车 在今天凌晨行经国道3号西湖路段时 发现轮台冒烟 驾驶立即开进西湖休息区 将车头跟货柜分开之后 火势已经全面燃烧 小防队员接获通报赶往现场抢救 虽然很逊势地控制了火势 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车内的货物全都复制一举 雄雄大火不断燃烧 连结货柜车发生火烧车意外 小防队员获报后立即前往抢救 小防队员打开货柜车门 浓烟随即往外窜出 内部还冒出阵阵火光 虽然拉出了两条水线涉水灌旧 不过车上载满了电子零件用品 加上货柜内部高温闷烧 火势第一时间无法完全破灭 我们在询问公司以后 他是说没有净水性的物质 所以我们才打开做射手动作 连结车的理性驾驶说 8号凌晨从桃园中正机场 载运电子零件货柜 准备要前往高雄 行经国道3号南下 苗栗西湖路段 踩刹车时发现轮胎冒烟 赶紧开进西湖休息站内 拿出灭火器想要自行灭火 但火蛇却不断地往外扩散 不到几分钟 就将整个货柜给吞噬 索性驾驶早一步把车头和货柜分离 避免损失持续扩大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而至于详细的期货原因 还要由火场监视小组在进一步砍宴 借长新杰美丽报道 好 好